而这三例的确诊呢 他们的足迹就在花莲市区 让地方相当紧绷 花莲市长魏佳弦在下午立即指示了 清洁队配合县政府加强预防性的环境消毒 也呼吁花莲乡亲一起来防疫大作战 5月22号花莲增加三起确诊病例 其中两起足迹就在花莲市区 让地方相当紧绷 花莲市长魏佳弦立即指示清洁队消毒班 在病例足迹所到处展开了环境消毒作业 我们也接到相关的一个足迹的部分 我们也循着足迹的部分来做相关的一个喷药 跟消毒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最快的时间内 把这些民众有疑虑的部分 赶快来做相关的消毒作业把它做完成 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在 原本就在做预防性的消毒 那也在做全市的预防性消毒的部分 我们跟环保局一起来搭配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足迹的部分 我们也分了好几个点 共同来做相关的一个消毒作业 也希望民众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感冒症状 也不要掉以轻心 那有去过这些点的部分 也应该要主动的向卫生单位来告知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有感冒的症状的话 也第一时间要来做相关的反应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防疫 也戴好口罩 请洗手 扫出门 那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期间 市长威家贤强调 防疫如同作战 尤其花莲领确诊破工 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市长强调 防疫不是政府公部门的事物 而是每个人都必须严正以待 也呼吁花莲乡亲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大家一起努力防疫大作战 谢谢蒋邦彦 华联市报道